現在仍然是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期間 為了讓佛光人學習不受到影響 國際佛光會在北美地區 舉辦了人間佛教研討會 以及線上的佛學講座 透過線上平台 就算來自各地也能一同學習 由國際佛光會舉辦的人間佛教研討會 多達160人以英文視訊 彼此分享佛學交流 以星雲大師的作品 《十種幸福之大》為教材 讓學員們集結不同理念 分享讀書心得 最後用問答的方式 讓大家一起提出佛學上的思維 也讓學習氣氛變得更加有趣 為了精進佛光人思想 多倫多佛光山獻上佛學講座 日前邀請繪之法師 利用維摩結晶介紹人間佛教 闡述其中博爾法門 教導佛光人挖掘自我內在的寶藏 讓佛學融入思想 就算在逆境中也能學會適應 人間衛視綜合報導